王府 来了两位客人 这两位 与你都有渊源 想当年 本王还误认为你是小王妃 记得吗 记得 你 你又跟你说话了 这 几年前的年冠就会说了 太好了 徒弟不会说话 愁死的是你这师父 你可不知道 你刚拜他为师那两年 他是遍访天下有名的医师 而且他还说了 你有心病 怕你见了那些医师 说你会害怕 他就自己去见那些医师 他这一身医学上的本事 是跟那些医师偷着学的 你这次过来是有什么事吗 我这次来还真是有正事 朝廷这次把雍城封给了我 那雍城就是你护下来的 我带雍城一城的百姓 谢过姑娘 平亲王客气 这是其一 其二嘛 我把淮阳带来了 来送西国 你说对了 这本来千里迢迢我不让他来 可他一听要路过西州 说要来看看故人 他这没亲人了 说你们就是他的娘家人 下个月要过门了 提前恭喜 恭喜平亲王 谢过姑娘 此去雍城三日便回 来 怀阳就托付给你了 告辞 来 人生的际遇真是变化莫测 谁能想到 被太后困在宫中尼姑庵的人 逃脱后 竟成了贫情王妃 师父 殿下 师父自己进去吧 我和他 有高家和崔家的旧院在 不方便见面 你和我一起去吧 我 他带发修行 你办修行 说不定有话说 殿下在怕什么 本王能怕什么 是怕与家人独处 还是怕另有家人心声误会 你真是通晓人情世故啊 毕竟在红尘中历练数十年 不知凤阳王 可否让我和殿下单独说几句话 贫僧 你有男女有别 有个外人在 更妥当一些 最厌烦礼法的周生辰 如今也被他绑住了 礼法有的时候是负累 有的时候 却是避开闲言的结境 王妃是初次来西州吗 对 那应该四处走走 此处是树朝古都 景致非他处可比 我也想亲眼看看 殿下这些年守着的地方 王妃想夜游西州 殿下让你们去准备一下 师父也去 是 殿下 明日有藏书要送出西州 我再去清点一下 我再去清点一下